节日快乐啊 各位孩子们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六月儿童节 今天阿信就带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和那些动画角色的初次相遇吧 在熊出没的第一集里 美丽祥和的狗熊里 熊大熊二正在愉快的玩耍 突然来了一个不术之客 就是两头熊和强高的首次相遇 此刻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以后他们甚至要一起守护地球 狼就是这样的 一点也不可爱 你会叫吗 叫一个听听啊 怎么现在的羊一点都不怕狼呢 就来啊 在喜会的第一集中 我们了解到了羊狼两族的历史 看到狼叔和红太郎搬家来到狼堡 开始了五千多集的抓羊不归路 是啊 我就是您大爷的二舅的三表哥 他老婆的妹妹 你不认识我了 在猪猪傻的第一集 我们看到了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男神 虽然这时候的男神还是个野猪造型 却也是我们最熟悉的 在猪猫蓝兔七傻传的第一集中 红猫少侠和麒麟正在愉快的玩耍 森林里也竟是一片祥和的气息 这段画面太美了 我想让大家都看看 只可惜黑心虎来了 然后我们见识到了白猫施展火舞旋风的风采 也是猪猫少侠江湖道路的开端 在神铺的第一集中 少年天宇穿越到了托里亚王谷 被关于救世主纵任的他很懵 可当他在山洞里和烈焰熊师第一次相遇 便开始了一段传奇经历 在弹珠传说的第一集里 鬼伯爵和他的四个手下 正在计划要吞噬整个世界 而此时我们的主角欧阳小枫 还是被大叔逼着学做拉面 可他的梦想是做一名弹珠战士 我相信欧阳小枫一定能寻到 也是在这一集 小枫第一次遇到了多杰克还有海小梅 他们悠扬地走在夕阳下 殊不知一段传奇又即将展开 在神奇阿悠的第一集 小米因为想要一只橙物狗 却遭到爸妈的反对 失望着他对着星空许愿 被偶然路过的流星宇宙人阿悠看到 最终小米把阿悠带回了自己的家里 开始了一段神奇的故事 在神兵小将的第一集里 玉龙国遭到天地盟主的袭击 南宫义这个神兵老将 给我们展现了一波无敌戒术 可惜因为武器原因 戏败于琥珀刀线 只觉南宫问天承载着全村的希望 天津兽也破壳而出 成功化身神兵天津 至此他们踏上了一段 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在铁甲威虫的第一集中 主角团都还生活在偏僻的山茶村 他们每天愉快地插颗打魂 你怎么能喜欢妹妹呢 直到被外来的人打破了这份平静 在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后 欺欺怀揣着冠军梦想来到了大城市 并且和遇到的小伙伴 组成了一支队伍 开启了一段拯救甲虫王国的传奇故事 在《洛洛历险记》的第一集中 洛洛这个网瘾少年深夜还在激战 结果被老妈制裁了 在装睡欺骗过妈妈之后 她在晚上心一点又爬起来打游戏了 不过突然一道闪电击中房子 顺着网线就把她变成了电击小子 然后穿越到了激战世界 开启了她激战王的人生篇章 在《超兽武装》的第一集中 火灵飞还在上课时候哭哭大睡 而苗条骏则在打国宝特攻 后面被一位卖着蓝湖布的美女吸引 然后和我们熟知的角色 来了一场激烈的难求大战 这时候的他们都还是个普通学生 可随着狮王的到来 他们即将展开一场拯救平行世界的冒险 在《赛尔号》的第一集中 这个我就不做解说了 在《陈龙历险记》的第一集中 龙叔和老爹的生活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随着基辅咒的登场 也由符咒片开启了整个故事 在《新游记》的第一集中 不允许任何人飞行的地球上 出现了唯一的一艘飞船 却被银河眼的大头钉部队抢走 为了完成和父亲的约定 我们的主角少年麦当 决定和飞船的主人孤东国王挑战银河眼 至此又是一段传奇的开端 每一部动画的开始也都是一段传奇的开始 一个个的主角们在第一集 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屏幕前的各位 接下来是该开始讲说属于你的故事了